阿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赌宋 大方广佛华严经 普贤恨愿品 唐继兵国三藏 锅热奉赵义 有父世人 灵命忠实 最后刹那 一切诸根 习皆散坏 一切亲属 习皆舍离 一切威士 习皆退失 辅向大臣 功臣内外 孝马居称 珍宝福藏 如是一切 无不相随 为此愿望 不相舍离 于一切时 引导其前 一刹那中 即得往生 极乐世界 道已 即见阿弥陀佛 文殊施力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萨等 此诸菩萨 色相端严 功德具足 所共围绕 其人自见 生莲花中 蒙佛受祭 得受祭 今于无数百千万亿 纳犹他节 朴于十方不可说 不可说世界 以智慧力 随众身心 而为利益 不久当作菩提道场 相扶摩君 成等正觉 转妙法轮 能令佛刹 即为陈述世界众生 发菩提心 随其根性 教化成熟 乃至近于未来解海 广能利益一切众生 善男子 笔诸众生 若闻 若信此大愿亡 受持独诵 广为人说 所有功德 除佛世尊 于无知者 事故如等闻此愿亡 陌生一念 应当递寿 寿以能读 读以能诵 诵以能词 乃至书写 广为人说 是诸人等 于一念中 所有恨愿 皆得成就 所获福聚 无量无边 能于烦恼 大苦海中 八计众生 令其出离 皆得往生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而时 普贤菩萨摩赫萨 欲重宣此义 普观十方 而说济言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是一切 仁师子 我已清净身与义 一切片里 尽无余 普贤恨愿 微神里 普贤一切 如来前 一身复现 差成身 一一片里 差成佛 余意成中 成数佛 各处菩萨 众会中 无尽把戒 成毅然 神性诸佛 皆充满 各已一切 因生海 普出无尽 妙言词 尽于未来 一切节 赞佛 圣身 功德海 以诸最盛 妙花满 祭月 涂香 及散盖 如是最盛庄严俱 我已供养诸如来 最盛衣服 最盛香 墨香烧香 与灯竹 以皆如妙高聚 我惜供养诸如来 我已广大圣解心 深信一切三是佛 心以普贤恨愿力 普遍供养诸如来 我惜所造诸二叶 且由无始贪嗔吃 从生与义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十方一切诸重生 二称有学及无学 一切如来与菩萨 所有功德皆随喜 十方所有世间登 最初成就菩提者 我今一切皆劝请 转于无上妙法轮 诸佛若遇是涅槃 我惜至诚而劝请 为愿久诸差成节 立乐一切诸众生 所有礼赞供养福 请佛注释转法轮 随喜忏悔诸善根 回向众生及佛道 我随一切如来学 修习普贤圆满行 供养过去诸如来 给予现在十方佛 未来一切天人师 一切亦要皆圆满 我愿普随三世学 速得成就大菩提 所有十方一切差 广大清静妙庄严 众会围绕诸如来 息在菩提树王下 十方所有诸众生 愿离忧患长安乐 获得圣身正法力 灭除烦恼尽无余 我为菩提修行时 一切去终成宿命 常得出家修境界 无垢无破无穿漏 天龙夜叉旧盘图 乃至人与非人等 所有一切众生语 习以诸音而说法 勤修千尽菩萝蜜 恨不忘失菩提心 灭除仗垢无有余 一切妙行皆成就 余诸获叶即磨尽 世间道中得解脱 犹如莲花不着水 亦如日月不住空 习除一切恶道苦 等于一切群生乐 如是金鱼唱成节 十方利益恒无尽 我常随顺诸众生 静于未来一切节 恒修普贤广大行 圆满无上大菩提 所有与我同行者 与一切处同集会 身口一夜皆同等 一切行愿同修学 所有亦我善之事 为我显示普贤行 常愿与我同集会 与我常生欢喜心 愿常面见诸如来 其诸佛子众围绕 与彼皆心广大共 尽未来节无疲宴 愿持诸佛为妙把 光显一切菩提行 究竟清静普贤道 尽未来节常休息 我于一切诸有中 所修福质恒无尽 定会方便及解脱 或诸无尽功德藏 一尘中有尘数差 一一差有难思佛 一一佛处众会中 我见恒眼菩提行 普进十方诸岔海 一一矛端三世海 佛海给予国土海 我偏修行经节海 一切如来与清静 一言俱众阴生海 随诸众生亦要阴 一一留佛变彩海 三世一切诸如来 与彼无尽与严海 横转里去妙法轮 我身智力普能入 我能深入于未来 尽一切结唯一念 三世所有一切结 唯一念既我接入 我与一念见三世 所有一切仁师子 异常入佛境界中 如患解脱及威力 于一矛端及为中 出现三世庄严差 十方成差珠矛端 我皆深入而严禁 所有未来造势灯 成道转法物群有 究竟否是世涅槃 我皆往一而清静 素极周片神通力 普门片入大称力 智行普修功德力 威神普父大慈力 片尽庄严圣福力 无浊无一智慧力 定会方便诸威力 普能积极菩提力 清静一切善业力 催灭一切烦恼力 降伏一切诸魔力 圆满普贤诸行力 普能沿进诸岔海 解脱一切众生海 善能分别诸防海 能胜深入智慧海 普能清静诸行海 圆满一切诸愿海 清静供养诸佛海 修行无倦经节海 三世一切诸如来 最圣菩提诸行愿 我皆供养圆满修 以普贤行物菩提 一切如来有长子 彼名昊曰普贤尊 我今回向诸善根 愿诸至行西同彼 愿身口亦恒清静 诸行插土亦复燃 如是智慧好普贤 愿我与彼皆同等 我为骗尽普贤行 文书施力诸大愿 满笔事业尽无余 未来季节恒无倦 我所修行无有量 获得无量诸功德 安住无量诸行中 了达一切神通力 文书施力勇猛至 古贤慧行亦复燃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探 如是最圣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古贤书圣行 愿我领域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吉德往生安乐诧 我既往生彼国以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立乐一切众生戒 彼佛众慧闲清净 我时余圣莲花生 清赌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笔如来受记忆 化身无数百聚之 智力广大片十方 鼓励一切众生戒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究竟恒无尽 十方所有无边差 庄严重宝供如来 最圣安乐诗天人 今已怯差为晨节 若人与此圣愿亡 一经于耳能生性 求圣菩提心可养 获胜功德过于比 其常远离二知事 永离一切诸恶道 速见如来无量光 据此普贤最圣愿 此人善得圣寿命 此人善来人终生 此人不久当成就 如比普贤菩萨行 往昔犹无智慧力 所造极恶五无间 送此普贤大愿亡 以念素极皆消灭 足性种类极容色 向好智慧显圆满 竹膜外道不能催 堪为三界所应共 肃毅菩提大树王 座椅相扑诸魔种 承等正觉转法轮 普立一切诸函事 若人与此普贤愿 读诵受持极言说 果报为佛能证知 决定获胜菩提道 若人送此普贤愿 或说少分之善根 一念一切西街缘 成就众生清静愿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逆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博叉 何时普贤菩萨摩赫萨 与如如来前 说辞普贤广大愿望 清静祭矣 善才童子 踊跃无量 一切菩萨皆大欢喜 如来赞言 善哉善哉 而时 世尊与诸圣者 菩萨摩赫萨 演说如是不可思议 解脱境界圣法门时 问书施利菩萨而为上手 诸大菩萨 即所成熟六千比丘 弥勒菩萨而为上手 衔结一切诸大菩萨 无垢补贤菩萨而为上手 一身补处助灌顶位诸大菩萨 及于十方种种世界 普来即会一切岔海 即为成数诸菩萨摩赫萨众 大致舍利佛 摩赫木箭连等 而为上手 诸大声闻 并诸人 天 一切诗主 天 龙 叶叉 前踏婆 阿修罗 加罗罗 锦纳罗 摩侯罗伽 人 非人等 一切大众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大方广 佛华言经 普贤恨愿品 大方广 佛华言经 范行品 唐于天国三藏沙门 十叉难驼意 而时 正念天子 白法会菩萨言 佛子 一切世界诸菩萨众 依如来教 染依出家 云和而得 梵行清净 从菩萨位 带于无上菩提之道 法会菩萨言 佛子 菩萨摩侯萨 修梵行时 应以使法 而为所缘 作以观察 所谓 生 生业 与 与业 亦 亦业 佛 法 僧 戒 应如是观 为生是范行也 乃至戒是范行也 若生是范行者 当之范行 则为非善 则为非法 则为浑浊 则为臭恶 则为不敬 则为可厌 则为违逆 则为杂染 则为死尸 则为重聚 若生业是范行者 范行则是行住坐卧 左右顾世 屈身抚养 若羽是范行者 范行则是阴身风习 唇舌喉吻 普纳意纵 高低清拙 若羽业是范行者 范行则是起居问训 略说 广说 欲说 直说 赞说 悔说 安利说 随俗说 闲了说 若羽是范行者 范行则应是绝 是观 是分别 是种种分别 是意念 是种种意念 是思维 是种种思维 是幻术 是棉梦 若一夜是范行者 当之范行则是思想 寒热 饥渴 苦乐 忧喜 若佛是范行者 为色是佛爷 为色是佛爷 受是佛爷 想是佛爷 行是佛爷 事是佛爷 为相是佛爷 好是佛爷 神通是佛爷 夜行是佛爷 果报是佛爷 若法是范行者 为极灭是法爷 涅槃是法爷 不生是法爷 不起是法爷 不可说是法爷 无分别是法爷 无所行是法爷 不合集是法爷 不随顺是法爷 无所得是法爷 若生是范行者 唯预留相是森爷 预留果是森爷 亦来相是森爷 亦来果是森爷 不还相是森爷 不还果是森爷 阿罗汉相是森爷 阿罗汉果是森爷 三明是森爷 六通是森爷 若戒是奔行者 唯谈场是戒爷 问清静是戒爷 教威仪是戒爷 三说结魔是戒爷 和尚是戒爷 阿舍利是戒爷 替法是戒爷 浊加沙衣是戒爷 启师是戒爷 正命是戒爷 如是观矣 于生无所取 于修无所着 于法无所著 过去已灭 未来未至 现在空急 无作业者 无受报者 此事不移动 彼是不改变 此中合法 名为犯行 犯行从何处来 谁知所有 体为是谁 由谁而做 为是有 为是无 为是色 为悲色 为是受 为悲受 为是想 为悲想 为是行 为悲行 为是是 为悲是 如是观察 悲行法 不可得 故 三世法 皆空即 故 亦无取着 故 心无障碍 故 所行 无二 故 方便 自在 故 受无相 法 故 观 无相 法 故 知佛法 平等 故 聚一切 佛法 故 如是 名为 清静 悲行 福音 修习十种法 何者为实 所谓 处非处制 过现未来夜报制 诸禅解脱三昧制 诸根胜裂制 种种解制 种种戒制 一切至处道制 天眼无碍制 宿命无碍制 永断习气制 于如来实力 一一观察 一一立中 有无量意 吸音滋问 闻以 应起大慈悲心 观察众生 而不舍离 思维诸法 无有修习 行无上业 不求果报 了知境界如幻 如梦 如影 如想 亦如变化 若诸菩萨 能与如是观行相应 于诸法中 不生二解 一切佛法 即得现前 出发心时 即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知一切法 即心自信 成就会生 不由他悟 大方广佛华言经 反行品 佛法浩瀚无牙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再讲第二个故事好不好 有一个人 他要搭一艘货船去做生意 然后船上坐了十几个人 以前那个小小的船 结果呢 船到了湖中间的时候 有个树叶飘过来 结果树叶上有一只红蚂蚁 红蚂蚁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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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蚁啊 很毒的 但是他看到红蚁蚁蚁快被淹死了 他赶快把那个叶子捡起来 当他把叶子捡起来 旁边骂他 诶诶诶 这狗狗的狗狗的狗狗 你快给死了 你说不行 蚂蚁也是生意 那一只生命 如果那只蚂蚁是你的妈妈 在树叶上你会不会给死 生命是平等的 来 生命是不是平等的 男人的生命跟女人的生命 是不是平等的 大人跟小孩的生命 是不是平等的 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 是不是平等的 要建立这个观念 所以他说生命的平等的 你们不救我救 结果他就给他包在手上 很小心 然后等船上岸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蚂蚁放在树下 说蚂蚁啊赶快跑啊 不要咬人 不要被踏死了 很高兴 这样快不快乐 好快乐 结果呢 他那一天晚上回家睡觉 做梦了 梦到什么 晚上有个穿红衣服的老人来找他 跟某人说 恩主啊 恩主啊 因为他感恩他 你救了我一命 我是蚂蚁王 将来你生命有危险的时候 赶快喊我蚂蚁王 蚂蚁王 我一定会来还你的命 救你的命 他想说乱做梦就算了 后来 过了十年 他成功了 成为一个很 很有钱的商人 但是这样得罪的人 有人要害他 把皇帝的黄金 偷来藏在那边 要害他被砍头啊 结果他就被抓去砍头 当他被关在监狱那边哭啊 我又没有偷皇帝的钱 干嘛抓我 我好可怜啊 我要被砍头了 那个时候想一想怎么办 他突然想到十年前做这个梦 真的吗 你红衣老人是蚂蚁王 要还我命吗 然后他就 他就看到地上有蚂蚁 把蚂蚁放在手上 蚂蚁啊 蚂蚁啊 赶快找你的国王啊 救我啊 救我啊 我要被砍头了啊 结果 等他把蚂蚁放在地上的时候 奇怪 变成好几万只蚂蚁跑出来 这好几万只蚂蚁呢 就把以前古时候是木头的吧 把他的手铐啊 监狱都咬开 让他跑掉了 然后他跑到山上以后 晚上睡觉就做梦 红衣服的老人 蚂蚁王就来了 某人啊 你只要在山里面躲五天 就没事了 五天哦 结果 为什么五天 因为第五天早上 真正的凶手就被抓到了 所以他跑出来 会不会再被抓 不会 所以同学们 救一只蚂蚁会不会救自己的命 蚂蚁的生命 大象的生命 人的生命是平等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永远要长寿健康 好不好啊 因为你是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的最爱 如果你生病了 甚至爸爸妈妈找死了 他们会不会哭啊 绝对不行 那长寿从哪里来 千万不杀身 好不好啊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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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来继继继继继继oint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